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她还可以再激进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他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3800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他们命名为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梁廖 大家好 我是梁廖 上节目还挺好的 上了节目还有广告牌 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 要派我举杠铃 我举了几下子 我说导演不行了 我举不动了 不能再加片了 导演说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杠吧 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 前两天被路上被人认出来了 有个哥们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关于狗的端子 我是做兽医的 等我做大了一定找你代言 我说哟 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可以开了开了开了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 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 怪不得你称叫一路风光 我甚至有了粉丝群 我爸也跟着粗热闹 说儿子 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 这句话就透露出来 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 哇 这也太吓人了 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 帮我找爹 忙活着两个做兴器 还剩下十几个显一跌 只能一个一个问 两修清风 两修清风 你是我爸爸吗 对方说孟川你这也太充分了吧 我真的可以是吗 而且有的粉丝 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 偷偷把全名改成了 小孟川找爸爸 我现在还经常会 因为一些话被骂 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呀 就是一些人的国度解读 我感觉就像是 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 而且我被骂了之后 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 我又在群里劝他们 我说 为了我不值得 没想到他们还挺劝的 我挺喜欢追星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 我说 爸 我想改名叫孟川峰了 我爸说 你好短短怎么就疯了 我没追星更严重 我给他的零花钱 他都花给他家哥哥了 这就是以哥养哥 我老问他 我说 你家哥哥也挣不牢手了 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啊 他买了好多他家哥哥的专辑 我说 哎 没想到啊 他一个爱豆还有那么多作品呢 他 你怎么说话呢 我家哥哥好多作品 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 我说 你家哥哥的颜值 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 看出来了 明显的哥不如哥哥 而且我妹就整天拿着他的哥哥跟我说 说 看看 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会拿水说 看看 看看 你家哥哥他疯了 我妹生气地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刷刷刷刷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真是 哪天男人又行了 家机无望高乃翁 我妹还找不说 喜欢他就当我交职商税了 我说 妹啊 职商税这个词不准确 你能看上他 就说明你这职商 应该还没有到起正点 我觉得 我知道真的好多粉丝就是有立场没是非 我问我妹妹 我说 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某某某啊 她说 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对家 我说 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太好了 可以 他们追星是真动感情 哥哥PK对家输了 粉丝群群主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 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就哇哇地哭 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 是哥哥走了 我还劝我妹 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 这么深的感情是得随个分子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认识一个人叫一路风光 我觉得我妹那张脸 现在就是娱乐圈的情欲表 看她的脸就知道 她最近又有哥哥塌房了 我就说 你家那么多哥哥塌房了 他们的拆迁款下来了吗 能给咱家寄点钱了吗 我妹就哭哭啼啼的说 哥别闹 我难受 我真的不想追星了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 我说想见也不好见了 说不定就判个无期呢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去年上了节目以后 我们俩也接了一些大伙 有一个跑车品牌 都找我们去店里做演出 让我们两个明显 没有摸过跑车的人 跟一群开着跑车来的人 说跑车有多好 但那天我们也觉得 即使我们俩真的买得起一辆跑车 也会很尴尬 因为一辆跑车 如果是一个男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他买得起这辆车 如果是一个女人站在旁边 你会觉得 他男朋友买得起这辆车 但如果你仔细看 女人是我们俩 你会觉得 他们在卖这辆车 你们看我们的服装 现在我们上节目 他们都让我们一个人 穿裙子 一个人穿裤子 但还好 不是一红一蓝的 不然也太像 公厕门上两个小人了 其实我一直很羡慕 厕所上的那个男小人 因为你们看大街上 那安全标志上的小人 全都是男小人 什么红绿灯 小心地滑 禁止随地大小便 还有安全出口 就感觉 男人可以一直犯错 犯了错 还有专用的安全出口 而女小人 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要么在女厕所门口站着 要么在公交车上怀孕 然后男小人探险完回家 看到女小人怀孕 安全出口 不过我最羡慕男人的是 他们可以不做家务 我爸就从来不做家务 从来不喜欢 他还会找很多借口 什么手扭伤了 手拿着遥控器呢 手还背在身子后面呢 而且真的让我爸洗碗 他也会洗不干净 有时候我就会想 男人是真的都不会打扫吗 但我看法治新闻里的那些男人 把犯罪现场打扫得很干净呢 感觉好像做家务 只是女人的事情 连家政工 这个工种都叫阿姨 之前看到有个男的去当家政工 居然就上了新闻 而且新闻居然叫他 男阿姨 男阿姨真的特别伟大 因为她没法像别人一样 跟老婆吵架 她不能回家以后跟老婆说 要不是我辛辛苦苦地在外面 脱地 你怎么能在家里舒舒服服地 脱地呢 有些男人就喜欢幻想一个 默默为他付出的女人 比如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说他想要的家是他的港湾 他一回到家就好吃的好喝的 他就只要躺着 我觉得他想回的不是家 是他妈妈的肚子 那种好日子一个人一辈子 只能过十个月 出生以后就过不了了 因为他要做个人呢 做家务真的都是女人的事情 连扫地机器人的声音 也全都是女生 一开机就是 开机开始清扫 感觉如果设置成男生 他就只会说 行 我一会儿扫 然后就一动不动地卡在沙发上了 感觉男的当机器人就可以是变形金刚 女的当机器人就是扫地机器人 感觉变形金刚要结婚 只能找一个扫地机器人 这是秦天柱和他老婆 秦托地 秦托地问秦天柱 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 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吗 那今天我自己打扫自己的犯罪现场吧 秦托地说 你扫啊 嗯 行 我一会儿扫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霍兰 听点有文化的脱口销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文化 至少是进脱口销 这个圈之前 我没觉得我有文化 今天我想聊消费 真的讲一个真事 我的朋友王建国 王建国 不爱车 不爱表 甚至不爱消费 最近上网 被卖菜刀都盯上了 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 他前两天跟我说 他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 后来发现磨反了 我说你是磨成贱了吗 他说哎呀 我就是喜欢磨 我说是磨刀活活像薄羊嘛 实话实说 我还不如他呢 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NBA球星卡 就是你不理解是吧 很简单 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点人 我周围朋友也不懂 你们可能想不到 最贵的那种卡片 一张签名的卡片 好几百万美元 但我买的都贼便宜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手网站上面有卖我签名照的 37块7 从50块钱降下来的 50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呢二手网站动不动 星辰中国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球星卡 不是球星卡对吧 那是青春 很简单 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打的广告 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 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 对吧 消费主义 你该买还得买 对吧 这个对男生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 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 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博 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 商家其实就是把一块钱的商品 赋予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脱口秀也不是吗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 所以票就很贵 所以现在有观众 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 忽然两年前 在上海 两块三毛三 随便看 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很久 才接受了 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直接摆领程序员 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 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 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费钱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一个东西 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单反 咔咔咔咔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 咱那 它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他说还有更可怕 他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 王建国的遗志 我自己 我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投降 打不过就加入 我看李佳琪 我之前看说姐妹们 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姐妹们 如果我在呢 我觉得 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就不对啊 有赚有亏啊 你问她们说那谁亏了呢 她说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我跟消费主义的关系 很简单 八个字 深受其害 但乐在其中 没法劝大家买还是不买 理性 理性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夺冠热门人选 谁呀 上一场差一点马尸前提 被观众朋友们给复活了 杨蓬恩 掌声欢迎 我都比到这份上了 你就别跟我说复活或者夺冠的事行吗 我跟你们说 你们也没有看后面的节目 自从李淡 他第一期说完 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 然后他在后面 他又一路说呀 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 而且什么 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 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 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 我这两天写不出来 我真的快疯了 然后女朋友跟我说 她说我有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呀 她说你别管了 我说啊 然后第二天 她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 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 卖第一次上演的地方 我跟你说 我当时在北京 心情真的很复杂 我感觉我就是可云 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 我跟你说 我怕我在大街上 真的突然就疯了 我的段子呢 我的段子呢 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问她 我就说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 你会说什么 当然我没指望她说什么好词啊 比如说什么 得过且过 浪费青春 遇人不输啥的 都在我的意料之内 但她突然说了个词 直接把我说懵了 她说 忍辱负重 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呀 她其实想说的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 然后她选择从内蒙 跟我到北京 很冒险 但是也不知道 什么词该形容 后来又会一个 线下观众说 这叫架狗随狗 我们当时在北京 其实真的还挺苦的 那时候我们就住在 那个胡同里面 然后你知道吗 住在胡同里面 我就终于感受到 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 我理解的 北京的胡同文化 就每天早上 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 而且你知道 早期那个胡同 那个厕所 真的特别不讲究 中间它连隔档都没有 我太不讲究了 我们内蒙都有草档着 而且你还会碰起来 那种隔壁住的胡同大妈 如果头天晚上 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 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大妈就会这样看我 这不算什么 等下班之后 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 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然后晚上只要声音 稍大一点 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小点声 隔壁能听见 隔壁传来声音 大妈听不见 还有一回 我女朋友因为梦见 她梦见我出轨了 然后就跟我生气 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 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 女生因为做梦 跟男朋友生气 从来没有听过 哪个男的因为梦 跟女朋友生气的 是因为我们男的 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 不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所以 不会因为梦生气 是因为我们男生 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 你这玩意儿 你怎么生气 你怎么跟人生气 哎哎 醒醒醒醒 我都出轨了 你还要吸死睡觉呢 胖 你果然不爱我 我跟你说 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 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 我今天我杨本 我就坐实了 我就是男人的叛徒 还有 还有一个事 没有一个男的 去夜店是为了蹦递的 我就不相信 如果没有女生的话 我实在不相信 哪个男的 会在半夜三点钟 他突然就是 哎 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 哪里可以满足我 而且夜店的玩意儿 也太不好玩了 夜店太无聊了 我这辈子 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 黑不隆通的 然后过道里 座位上全是人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儿 我心想 这就是夜店吗 这不是关了灯的 一号线早高峰吗 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夜店里很多人 在抽那个电子烟 我还想现在很多人 都在抽电子烟 对吧 而且因为它很方便 所以有的人 可以在室内抽这个 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 那样子太好笑了 他们先把这个烟 卡在这儿 是吧 然后放在这儿 然后这样呢 眼睛瞪你 突然开始冒气了 而且你知道 那个眼神 往往就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就好像在跟你说 看见没有 老子 会冒烟 有一会儿 在一个餐厅 那个人你知道吗 他就大摇大摆地在抽 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 说不好意思啊 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 那个人说 我这是电子烟 他那口气很轻蔑 好像说你脱脑帽 不懂高科技一样的 我要是那个服务员 我上去就 打了一拳 然后他说 你不可以打人呀 我说我没打人 我这是量子力学 而且那玩意儿 一点也不酷呀 我真的不明白 他酷在哪里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还不如那些传统言 至少比如说 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 桥段嘛 教父那样的 对吧 雕个大雪茄 然后 你至少感觉 这是一个老大 对吧 但是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 这玩意儿这么长 这么扁 塑料质感 含在嘴里 给你叼了个U盘似的 你还觉得 你还觉得他是Godfather吗 你会觉得 Godfather得了阿斯海门了吧 你都不想耕种他 你都想哄着他 来来来老爷子 老爷子 把嘴里面的U盘拿出来 对对对 不能吃 不能吃呢 老头留得哈喇子呢 我的烟蛋漏油了 谢谢大家 我是蒙恩 好 喜欢阿伦的朋友 不要忘记给他投票 三 开上劲 二 一 请投票 这个回北京 找状态是管用啊 找回来了 你的幽默回来了 我这幽默本来留着后面用的 结果发现差点用不上 徐老预测一下 他不让我说夺冠了 你预测一下 他最后什么成绩 我觉得就是上一季的时候 蒙恩好像还是完全是新人 是吧 算是新人吧 就蒙恩现在就跟那些老的 这个投球选手一样 到了一个就是说 要去面对那种创作 要每次要有新的那个段子 怎么样能组合放在一块 面对这种压力 我觉得他的表演 其实已经很成熟 就整个表演 它是一气呵成那样下来 而且你知道 他下了功夫在这个里面 对 然后蒙恩老师这一季 感觉特别的焦躁 特别腿 你说好了 你现在也不开心是不是 没有 就是其实开心肯定是开心的 但是只不过这是一路 主要是相比于去年吧 去年确实自己作为新人很顺 就像那种感觉 新手手撞那种感觉 然后今年感觉是自己 真正的碰见了一个那种 新秀墙也好 或者什么样的也好 就是这个东西 第二年才会让你感受到 他的压力 今年压力大一点 我就不预测了 咱就直接来看票 全部的拍灯10票 加上现场观众 来看杨孟恩的成绩 能到90 这次对自己的表现 还是满意的 应该是其实录了 这么多期来最满意的一次 我感觉其实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直接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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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吃了 他终于回来了 他其实演出一直有一个劲儿 就想干翻世界的那种感觉 他今天终于站起来了 你这么厉害 你瞧瞧 你瞧瞧 恭喜 直接进击 谢谢 杨孟恩 他不光段子精彩 他整个人也非常精彩 就他在讲说 我就要做男人的叛徒之后 我虽然在备战 那我就是非常的开心 希望把我的反应 剪进他的卡段里传播一下 很明显 他就是带着一股非常大的劲儿来 所以他整个的舞台表演 情绪非常的充沛 就向大家证明 他这个复活是值得的 我们找回一个自己的状态 他就是声音在这 劲儿在这儿的时候都对 他一开口说话你就知道没事了 就是他那个状态转合了 谢谢 你们好 我是邱瑞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他每句话都想嘲讽别人是吧 这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呀 在互联网时代说这句话 我真有点分不清 到底是祝福还是诅咒了 现在想这样网上快乐一会儿多难呢 你想快乐个五分钟 起码得先看六分钟广告吧 远的不说 你想看咱们这个节目快乐一会儿 得先看片头广告 滚动广告 挂页广告 切入广告 贴片广告 弹窗广告 评论区广告 小机场广告 个性化推荐广告 把这些广告都看完 拆开外卖嘴边听段子吧 发现还得先听李旦 感谢两分钟赞助商 甚至连打开视频软件的第一件事 也是先给你谈一个开屏广告 一不小心就跳到别的软件里了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抽出两个小时 想看看电影 开屏就给我跳到短视频里了 还没能反应过来呢 小帅小美两分钟给我讲完了 我现在手机已经完全失控了 打开一个软件就往另一个里跳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的微博特别想看电视剧 我的视频网站 就是想买一双高跟鞋 他们框框一顿跳转之后 就留下我一个人盯着这双高跟鞋 刚才我打开手机 是想干啥来着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 我就这么浏览了几次高跟鞋之后 某宝就开始拆你喜欢了 他现在动不动就拆我喜欢大麻女装 我点了一下我不喜欢 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喜欢 一下给我问懵了 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雷尸边吧 他跟之前那双高跟鞋也不搭呀 现在所有节目广告给你加的 那就一个无孔不入啊 感觉他们的服务宗旨是 不一定能让你快乐够五分钟 但是保证能让你看够六分钟广告 想冲会员跳过都不行 都给你直入到剧情里了 我之前看一个警匪片 有个炙热火锅站住了嘛 就让我们便衣警察天天熬夜 吃他这个炙热火锅啊 我说那能不上火吗 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 凉茶也来站住了 他们那个炙热火锅是真厉害啊 不管谁在吃 朝哪个方向吃 logo都能正对着我 我不明白 把logo摆那么正有什么用 反派也好不到哪去 每天过着刀尖舔血 剑拔弩张的生活 回到自己大别墅里 吃的也是炙热火锅 我说大哥 你们要是就这么点追求的话 也别违法乱记了 直接投案自首吧 炙热火锅 我们警察那边管够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了 看到广告都觉得烦 但是看直播带货可以 那不就是五个小时的广告吗 十块钱二十包纸巾的那种广告 你看都不会看 但是主播跟你说 家人们 今天我把纸巾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十块钱十五包 再送你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你就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我感觉我买到了二十一包 脑袋里还有个包吗 今天虽然在这吐槽了这么多广告 我看也差不多五分钟了 那咱们也抓紧近段广告吧 海员和小鹿的专场开票了 我明年证据也写一个 谢谢你们 邱瑞 谢谢你们 谢谢邱瑞 三 二 一 请收票 行啊 邱瑞 咱就决定把客户就这么得罪了 咱以后就不打算直接吃火锅的火了 你们好 我是王涛 其实我女朋友叫王涛 她最近在减肥嘛 我还挺害怕她减肥的 我觉得女孩减肥只会折磨她自己的肉体 但会蹂躏男朋友的内心啊 我最害怕她说的一句话就是 今晚肯定不吃了 就这里边也没有个主语啊 我感觉从她宣布减肥开始 在家吃晚饭这件事就不合法了 我吃点东西不封给她 她就生气 封给她 她就吃完了再跟你生气 为了不让她生气 我得天天晚上陪她吃减脂餐 我跟一百出头的人吃减脂餐 她减肥一段时间下来 自己没瘦几斤 我瘦脱象了 有一次她坚持了半年 我坐地铁都瘸屁股了 而且那个减脂餐也太难吃了 我吃过一个最难吃的减脂餐 叫杰森面包 你们吃过吗 没有 不要吃啊 干吃小麦都比它好吃 给我搭配一些什么玉米 生菜 还有一小条少的可怜的鸡胸肉 你们看这排东西不觉得奇怪吗 就我们为什么 要把鸡的食物跟鸡摆在一起 你想吃鸡没问题 好歹等她把饭吃完呢 我天天吃这个鸡饰料啊 不到六点就给你饿行了 起来我啥也不想干 我就想打个名 她剪到后来减脂餐都不点了 开始自己研究做饭 主要我俩也不会做呀 不上网查一下 我俩连煤气罩都打不开呀 有时候站在厨房里我都恍惚了 我感觉这哪是我们两个人在做饭呢 这不就是百度在做饭吗 做完饭我一看那个搜索的记录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锅盖怎么煲汤 猪肉炖粉条可不可以放牛肉 问到最后算法都觉得没有问题了 给我俩推荐一些相关链接 警惕这几种食物一起煮会中毒 我们俩做饭最难的一点就是跟上那个教学视频呢 经常是我在这边还没把鸡蛋炒至蓬松呢 他已经捞出去备用了 你很难follow他 exactly啊 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全是我这种选手 问老师啥是炒至金黄啊 我这都黑了半天了啥时候变黄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我说他怎么能捞出去备用呢 怎么我这玩全沾锅上了 我们俩做完饭味道放在旁边 咱都不提 锅嗨能不能要都得随机应变 我涛哥AKA不沾锅终结者 一个拿不沾锅能给你做出锅贴着女人 那个糖醋小排给你做的啊 都拔湿了 下锅之前十块小排 一顿操作之后 给我端上了一块肋骨 他这个人越不会做饭做起饭了 还越自信啊 之前我妈从东北给我进了一根雪肠过来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她都没见过 怎么敢去动手的呢 我家来个朋友之后 她非要露一手 打开冰箱 特别笃定的跟我说 你一会去菜市场 给我买个乌龟回来 我今天我给你们整个雪肠龟 我太喜欢讲这种东西了 一旦不喜欢我也得讲 但这个雪肠放到锅里边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我涛哥判断一个食物熟没熟的方式就是尝一口 但是雪肠的构造是 小肠里边包着猪血 没熟熟之前都是液体啊 我是一把没拦住 他抄起菜刀 上去给雪肠扎了个眼 那根雪肠瞬间变成一把水枪啊 照着我脸一顿秃秃 我没想过我能被一根雪肠打得我睁不开眼睛啊 我拔嘴就往厨房外面跑啊 我朋友看着我跑出来都惊了 他说你俩做个菜怎么炒成这样啊 还没等我解释呢 我涛哥浑身是血 拎着把菜刀就出来了 我朋友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跑啊 他跟我说 说刚才你俩秀恩发的那条哥哥杀我 不是要当我面杀吧 我真没自信 劝我朋友留下来吃饭了 还好我嚼了两粒 我的一达无糖口香糖 自信谁嚼谁到 他说不然 你也给我嚼两粒 你的一达压压压惊吧 不然我也没法相信 雪肠龟它吃到菜啊 但是说实话 我到现在都觉得做饭好不好吃不重要 一日三餐最重要的 其实是中间的两个人 谢谢王涛 我是邱瑞 我感觉这几年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好啊 是吧 都在研究什么消费降级 但我们这代人就没有什么精打细算的能力 是越想省钱花的越多呀 你们在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人都知道 里边东西是真便宜 但也真是用不着啊 我就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能挂起一个小孩的挂钩 一坐下屁股就凉着屁垫 还有自带跑步机的猫爬架 我们家甚至都没有猫啊 现在我家那条狗在玩猫爬架 等我冷静下来我就生气 我说我为啥要买这个挂小孩的挂钩啊 我总不能朋友来我家做客啊 我说哟 带孩子来的 来吧挂墙上吧 都一看账当我更生气 就现在我多玩一会儿游戏 手机都知道给我做防沉迷系统了 怎么在我沉迷花钱的时候 就不知道加一个呢 也不用做的特别复杂 只需要在我每次提交订单的时候 给我发几个验证问题就可以了 你的房贷是多少啊 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你的房贷减工资等于多少啊 那你现在还想喝这杯奶茶吗 我以为我花钱已经够大手大脚的了 直到我看到我妹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双一万多的拖鞋 那个价格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 我说咋的呀 是穿上你这双鞋能增加移动速度吗 王者里一双真正能增加移动速度的鞋 只卖530啊 那是一个杀人都合法的地儿 鞋都不敢卖这么贵啊 鞋没送两天两个人就分手了吗 现在还分期还那双鞋呢 我说你俩好啊 你俩这后会有期是分期的期啊 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花钱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 我的拖鞋就是在拼兮兮买的 3块9还带防滑 就当它便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考虑它的性价比了 你只会好奇 就这玩意到底能偷工解了到什么程度 3块9能不能给我寄过来一双左脚 但你转念一想是吧 一双脱鞋它能有多难穿啊 拼兮兮给了我答案 它做防滑的思路呢 就是给我鞋底打一堆的洞 起到一个吸盘的作用 我用力往下一踩呢 就把我脚也粘上了 特别的防滑 脱个鞋跟拔罐一样 那个卖家还说呢 有了这双脱鞋你再也不用担心在浴室滑倒了 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防滑了 有一天我真摔倒了 鞋还在脚上 浴室那个磁砖前面我都能走上去了 倒也不敢真往上爬是吧 上面还挂着孩子呢 互联网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啊 我买了这双三块九的拖鞋呀 我就再也刷不到贵的东西了 全是一堆破烂 给我推那种六块九的泳裤 颜色都不让我选随机发 我有罪啊 我都二十七了 一想到自己有概率穿上一条粉色的泳裤 还是羞愧的不想下水啊 六块九的泳裤 现在稍晚步都七块九了 稍晚步才多大一块料啊 我都想问那个卖家 我说你这个泳裤 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呀 卖家说咱都是正常尺寸 能暴露啥呀 我说暴露了我的贫穷 我现在点外卖吃了烤冷面 七块钱他都提示我 可以用某倍贷款支付了 我不知道这帮算法是怎么想的 认识我这啥就玩屎推啊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疯狂的给我推直发广告 我现在才全职干脱口秀一年 已经开始给我推离婚律师了 我感觉我这后半辈子 被这个算法推荐算得明明白白的 我以后人生肯定是有响大吉 家破人亡 只能靠贷款点烤冷面为生 外卖手给我送饭出来拿不着 脱鞋沾地板上呢 我背剧的人生已经确定了 但也没事 咱俑库颜色是随机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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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吃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哇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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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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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邱瑞 喜欢邱瑞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锁票 掌声再次送给邱瑞 眼泪给我笑出来 哇塞 邱瑞这这段声音太逗了 好吼啊 回头能不能把那个 拖鞋的面积 吹一下 我觉得我太好吃了 不是 你刚才说那个什么 拖鞋漏一栋 给搅拔罐 我太炸了 我太好笑 我发现邱瑞的段子 是非常有画面感的 对 对 那个之前45度 那个就很有画面感 然后这个踩到 这个吸盘太搞笑了 那个拖鞋 我在那个洗澡 那个浴室里真穿过 很疼 吸得很疼 所以 我没有公明 我感觉脚底板 看着疼了 你知道吗 你会看直播买这些 大七八糟的东西吗 我看 但我不买 我经常看那 就是那种爸爸衫 一弹一弹的 爸爸衫 这玩意儿还有名字呀 爸爸衫 什么叫爸爸衫啊 爸爸衫是什么东西啊 不是 爸爸穿的那个 爸爸穿的Polo衫 很弹 因为那个都是剧台 但是所有的模特 都是有点中年发福的父亲 在这儿表 不是 那个那个东西 能装好几个父亲在这儿 有意思 杰哥呢 杰哥买过什么来劲的吗 直播 我好像真的没有买过东西 我怕点进去 就是说 张杰你进来逛了 就很奇怪 你不会改个用户名吗 你是怎么写的 我是张杰 我唱过逆战 我不知道吗 因为我只有那个号 你就不能用谢谢娜的号吗 不是 上次我刷那个某音嘛 然后我就刷刷刷 然后我在做造型的时候 然后我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点进去了 然后里面就说 欢迎这个叫 杰森张杰的 我发现怎么谁在照我 但是我虽然没有买过 但是邱瑞我很喜欢 完全能共鸣他那些画面 你们好 我是邱瑞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他每句话都想嘲讽别人是吧 这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呀 在互联网时代说这句话 我真有点分不清 到底是祝福还是诅咒了 现在想这样网上快乐一会儿多难呢 你想快乐个五分钟 起码得先看六分钟广告吧 远的不说 你想看咱们这个节目快乐一会儿 得先看片头广告 滚动广告 挂页广告 切入广告 贴片广告 弹窗广告 评论区广告 小机场广告 个性化推荐广告 把这些广告都看完 拆开外卖嘴边听段子吧 发现还得先听李诞 感谢两分钟赞助商 甚至连打开视频软件的第一件事 也是先给你谈一个开屏广告 一不小心就跳到别的软件里了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抽出两个小时想看看电影 开屏就给我跳到短视频里了 还没能反应过来呢 小帅小美两分钟给我讲完了 我现在手机已经完全失控了 打开一个软件就往另一个里跳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的微博特别想看电视剧 我的视频网站就是想买一双高跟鞋 他们框框一顿跳转之后 就留下我一个人盯着这双高跟鞋 刚才我打开手机是想干啥来着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啊 我就这么浏览了几次高跟鞋之后啊 某宝就开始拆你喜欢了 他现在动不动就拆我喜欢大麻女装 我点了一下我不喜欢 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喜欢 一下给我问懵了 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雷尸边吧 他跟之前那双高跟鞋也不搭呀 现在所有节目广告给你加的 那就一个无孔不入啊 感觉他们的服务宗旨是 不一定能让你快乐够五分钟 但是保证能让你看够六分钟广告 想从会员跳过都不行 都给你直入到剧情里了 我之前看一个警匪片 有个炙热火锅站住了嘛 就让我们便衣警察天天熬夜吃他这个炙热火锅啊 我说那能不上火吗 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 良辰爱来站住了 他们那个炙热火锅是真厉害呀 不管谁在吃 朝哪个方向吃 logo都能正对着我 我不明白 把logo摆那么正有什么用 反派也好不到哪去 每天过着刀尖舔血剑拔弩张的生活 回到自己大别墅里吃的也是炙热火锅 我说大哥你们要是就这么点追求的话 也别违法乱记了 直接投案自首吧 炙热火锅我们警察那边管够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了是吧 看到广告都觉得烦 但是看直播带货可以 那不就是5个小时的广告吗 10块钱20包纸巾的那种广告你看都不会看 但是主播跟你说 家人们 今天我把纸巾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10块钱15包 再送你1包2包3包4包5包 你就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我感觉我买到了21包 脑袋里还有个包吗 今天虽然在这吐槽了这么多广告 我看也差不多5分钟了 那咱们也抓紧近段广告吧 海员和小鹿的专场开票了 我明年正确写一个 谢谢你们秋瑞 谢谢你们 谢谢秋瑞 3 2 1 请投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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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浩泽从第二轮开始 他就找到了自己在舞台上的那种熟悉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胜率是55% 保进半决赛 要征进决赛 接下来这个我们尚未趋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掌声有请小北 小北 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北 哈喽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收到了很多私信啊有一部分呢就是建议我的脱口秀怎么讲 有一天特别有意思啊有个网友跟我说小北看你的脱口秀之后我能给你提点建议吗 我还没打不能他说那我继续说了哈 他说我建议你啊他说我建议你多读点书 我特别喜欢磅礴忽兰那种高级的脱口秀 我听的时候特别生气我说你喜欢他们就看他们去 他们不是还健在吗 我说我属于另一个品类的你知道我属于那种没文化脱口秀 而且我觉得脱口秀演员这个身份就应该多姿多彩一点你知道吧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觉得假如舞台上有50个忽兰的话也会非常奇怪你知道吗 你感觉你看都不是脱口秀你感觉去了个孝陈病医院 这 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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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们想象一下假如舞台上50个忽兰的话你们真的觉得好笑吗 那确实有点好笑 大家也看得出来啊现在我这个人啊不仅没文化 诶 我还没礼貌 前两天我朋友问我 他说小北 你们那个公司那个CP是真的假的 我说关你啥事啊 他说小北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 我说那咋了 当时我问他俩的时候他俩就这么跟我说的 确实现在说话有点冲哈 前两天去外地演出的时候在机场办直击 我刚把身份证给那个贵员 那贵员跟我说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个飞机满仓了 我说满仓是什么意思 他说满仓意思就是这个飞机坐满了 我说啥 我已经上去了吗 他说那倒没有 但你现在已经上不去了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说那怎么办啊 我晚上还有演出呢 还有三百多人等着笑呢 我不去他们笑谁啊 给我气的 我说他们几个能行吗 郭元看了眼说 确实不行我们马上给你解决 然后我说你赶紧给我解决 我当时特别生气 他说先生我们有一套方案 就是半个小时之后呢 还有一个航班飞过去 同时我们会将你这个经济舱 生成为头等舱 我说刚才说话声音是不是有点大了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平常坐飞机的时候 特别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 我觉得很舒服 当我每次都怕我坐在靠窗位置的时候 旁边坐一个人对窗外的景色分外好奇 那天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那天我刚坐在这旁边过来一个大哥你知道吗 他刚坐在这脸就操这来了 那个大哥长的什么样子啊 就满脸落腮胡子长得特别壮那种人你知道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特别怕他看着看着突然轻我一下你知道吗 然后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他只是想看云彩啊 我就想怎么避免一下这个尴尬呢 我准备闭眼睛瞇一会儿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一睁眼 大哥脸还在这儿 当时我就特别的紧张 我说这怎么办 他不能一路都这样吧 当时我就没有办法了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下 你得拍得好好 对他拍得好棒 就是你怎么避免尴尬 首先你要尴尬起来你知道吧 把主动情掌握在自己手里 后来你大哥再也没看过窗外 只看你 我这个人啊 虽然没文化没礼貌 但是还是有优点的 我这个人很孝顺啊 我现在一有时间就回家 而且我跟我爸妈的关系特别好 每次一回家 我跟我爸妈第一天无话不谈 第二天无话不谈 第三天无话 不谈了不谈了你知道 那个时候你就会疯狂思索啊 找点话题跟你妈聊天什么的 然后找一些事情 然后那天我突然想起 小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小时候我妈突然有一天问我 她说儿子 你想不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陪你啊 我说如果家里再多一个孩子的话 这个安全问题我可负责不了 当时我就自己贼幽默 我觉得从小就是偷我去演员 就是还开玩笑你知道吧 我就想起这个事之后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当时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妈跟我说 当时确实怀了个孩子 然后当时因为我说那个话 她就没有那个孩子 然后当时我听了之后特别难受 然后眼眶都红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我妈跟我说 是不是开起玩笑 我说妈 我好像知道为啥这么没笔茂了 我当然开得起玩笑了 我今天在台上讲的这几分钟 哪句不是开玩笑呢 希望大家以后都开得起玩笑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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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北 喜欢小北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说明了 郭老师 为什么 郭老师 我可以 现在还可以吗 现在可以 晚了 这是去年的事了 我懵了 确实懵了 我光看了 忘了 对不起 小北 这第一个上来就是 这优势 谁没礼貌 谁没礼貌 这能接受吗 这种慌 我觉得他连晃都敢到撒 什么借口 太厉害了 我确实忘了 小北 你看 我还给你点头打招呼呢 对不对 是的 我说光点头打和暗灯 那一直在说 行吧 我说了一点小谎 第一个上来 我说再看看 再看看 对对对对 对不住 对不住 他的成绩 每次都是两个人都表演完了之后 一起公布 好吧 大家不要着急 可能可能我没看过几段 但是我觉得小北今天这段 是这我看过最厉害的一段 然后尤其那个大哥 你亲大哥那段 大哥从此不看窗外 只看你 对不对 真的说了好多 你妈那段也挺多的 哦 那段好厉害 就是那一段挑战了观众朋友们 大部分会觉得 哇 能说这个吗 突然间来这个 哇 太酷了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个感觉 但是居然这么漂亮的来一个回踢 我觉得好酷 那一下啊 我挺喜欢的 特真诚 也是我喜欢你回踢的那一脚 突然一下 惊着我了 嗯 今天这么 哎 郭老师今天这么谦虚啊 他也特别真诚啊 就是 也感觉像真的似的 我也属于美文化那款 除了美文化那款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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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内容文化跟百家讲坛似的 就是这种会感觉就特别厉害嘛 也不会啊 显然不是啊 我们每届的大王都挺没文化的 我还喜欢 观点上的输出是不是一定要好像 就是你们觉得小北没观点吗 很有啊 其实也有观点 对不对 我是觉得脱口秀是很难 很难没有观点的 他哪怕讲这个 讲一个趣事 他选择了讲这个趣事 就代表他的观点啊 对 脱口秀怎么能没有观点呢 你说那个大哥不是长浩哲吧 一会上来你们看吧 好吧 好嘞 好 感谢小北进入等待区 他获得了15票 影校园票数 我就一直很羡慕小北 就是他永远 不管是在哪里演出 他都是一个很松实很松实的状态 这次进入上位区 你觉得谁对你的帮助最大 我爸妈吧 尤其是我妈 她特别支持我 给了你什么支持呢 除了生活上支持以外 还为了激励我 还给我买了辆我心仪已久的车 那你比赛完 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提车了 不用 一会儿车就到门口了 这么快 那肯定是提前买好的 看来对你很有信心啊 那倒不是 因为他是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 下单送车上门 开七天还能免费退 他说了 如果后面没进击 就给我退了 不说了 我得赶紧准备稿子去了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掌声有请小北身边的大哥 我叫张浩哲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浩哲 那个大哥不是我 不是我不是我 要是我的话 我会直接亲上去的 言归正传啊 我今天来聊聊我的大学生活 我大学是在美国上的 但其实我这个留学生活挺水的 我高中没好好学习 竟跟同桌聊天了 就不管谁坐在我旁边 我都能给他逗乐了 后来在我旁边安排了个结巴 我都给他治好了 就后来在托福培训班 又治好了几个结巴以后啊 120分的托福考了57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啊 学语言是需要语言环境的 我刚到美国立马就学会了手语 你知道吗 真的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确定自己点的食物 到底叫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 This one 有的食物特殊一点啊 他们睡在别人的桌子上 他们叫做That one 就留学生跟留学生是不一样的 那忽兰那种学习好的啊 出国叫杜金 我这种学习不好的出国就是 天魔 到了大学我学习也不是很努力 我大一的数学课 国内高二就学过了 我天天翘课 结果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每个同学找我来辅导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叫 即便偶不便符号看相线 我大学学的是统计学 但其实我真正学的是狼人杀 我曾经跟晚上 我曾经 我曾经跟同学 晚上起床 白天睡觉 连续杀了十天 你知道玩到最后人都是懵的 上帝说天黑请闭眼 我都感觉不是在Q流程 是在劝我 天黑咱就闭闭眼吧 再这么熬下去 咱这个游戏就要死真人了 我妈晚上睡觉前 给我打视频电话 一夜没睡的我 还要装出一副 刚起床的样子 她不知道啊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生物中依然是中国中 我妈还说呢 这儿子怎么眼睛都不睁开呀 是没睡够吗 我下意识地回 不睁开就对了 因为我是平民 其实我去之前 对美国是有幻想的 我以为自己去的是华尔街 是硅谷 但当我第一次走下飞机 看到机场的宣传语写着 欢迎来到密苏里 欢迎来到美国的粮仓 我幻灭了 美国的粮仓 搁中国就是北大荒啊 我一个山东人飘洋过海 来美国闯关东了 我 那个机场又小又破 我都怀疑那个机场啊 是火车站改的 而且还不是上海虹桥那种火车站 而是那种 詹天佑 在光绪年间建的那种火车站 我每次下飞机都要猛的一回头 我说我要确认一下 我刚刚坐的那架飞机 不会是一架绿皮飞机吧 每次我走在那个狼桥里面啊 我已经说走在那个狼桥上面 因为那个狼桥是露天的 我虽然英语不好 但我知道这里的戒词不能用印 得用on 每次我walking on the狼桥啊 夏天的风Blow in my face 地琴在旁边 Welcome to America 我在这儿默念中国 I miss you 我虽然学习不是很努力 但是我一直有在努力的送外卖 勤工俭学嘛 农业粥嘛 植被多 野生动物也多 路上真的全是路 密苏里有一句古话 叫车到山前 它必有路 晚上开车很不安全 怎么说呢 就是小路乱撞的 而且你别看我五大三粗的 说自己是李逵 晚上真害怕 把李逵脸都下白了 而且还有一个节日叫万圣节 哎呦那天晚上送外卖 那真是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就你别说美国人在防疫啊 废墟下救人啥的不太上心 但在扮鬼这方面可认真了 你一开门都不知道 出来的是什么鬼东西 送多了我都麻木了 开门一个大哥一脸白粉 撕着火牙扑了过来 我淡定的说 你是我今天送的第四个吸血鬼了 来 你个死鬼 这是你的 压学粉丝不要粉丝 就我为什么这么淡定啊 因为我查过 就是吸血鬼怕什么 怕大蒜 大蒜嘛 这是流淌在我们山东人血液里的东西 其实留学生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都是普通人 有的人拿这个夸我 我都很羞愧 还有人拿这个炫耀 我一眼就能识破 他在装蒜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蒜这玩意儿 那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东西 那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东西 我记得大家我是张浩哲 太紧张了浩哲 他后面稍微好一点点 他整体还是特别紧张的 谢谢浩哲 谢谢浩哲 喜欢浩哲表演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投票 其实吃个很多国司 是不是有点紧张 对我前面有一点点忘词 说错了 对 你那儿就是调个两拍 后面就一直差半拍 对 好在你的内容还是比较好笑的 内容好的 但是郭老师拍了 郭老师觉得哪块真的好精彩 不得不拍 那个大蒜长在血液里 我特别喜欢血液 跟血液有灵魂有关的东西 你知道吗 有深度有深度 有内涵 静姐是听到她在美国那些英语什么 感觉你特别有共鸣的 跟英语 我英语比她还烂呢 但你不是也生活好多年吗 我是乱说的 我不管人家的 你这样美国人 你说什么她都听得懂 什么 真的 真的真的 所以她说 this one 这一定听懂了 我之前那个去那儿 我不是特别喜欢朋克尔音乐吗 然后去人那儿强分店 人家说 然后我就背半天punk punk 然后一见你说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prefer 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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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下次还是她的方式 她的方法是最安全的 对 那静姐您是 this one that 那 那 您 what kind of prefer I like them all 答应很标准嘛 Boss 来咱们请小北回到舞台中央 我们在公布票数之前 还记不记得我们让观战间的人 要得罪所有人的那个事情 与所有人为敌 那你说说号水比小北好在哪吧 我是个人喜欢号水 我觉得他尤其这一场 需要我支持他一下 感觉你暴露了很多信息 好 我们来看那个选个小北的那边的朋友 因为小北在飞机上签了换换 所以我们就想说 好 最终谁能直通 要看观众的投票情况 让我们来看一下票数 还行吧 就是正常发挥我感觉 开场对于我来说不是男是 我感觉总是在有意无意的使劲 我就自己控制不住那个节奏 拼得包袱太多了 紧张 紧张 让我们来看一下票数 恭喜小北162票进入直通区浩特 内定 好啊 好啊